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宅家会的会员们 你们好 我是自然教师最美的余余老师 转眼我们已经在行管令之下 度过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哦 所以这一个月你在家里都做了什么呢 是不是大吃大喝 还是拼命看戏啊 看漫画啊 看手机 game什么的 还是呢 在家做运动啊 爬来 爬去 还是呢 上网课 zoom zoom 也可能是做功课 帮忙调理家务 还是学习各种生活中的DIY呢 不管你做了什么 最重要的是保持身心的健康和快乐哦 当然如果可以多学一些 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到的 这个知识和技能 像尝试烹饪和烘焙 写写电脑程序 要帮父母按摩 那就会更好哦 那我自己呢 除了在阳台 做种花草啊 做种蔬菜啊 做堆肥啊 腐豆芽啊 做家务 然后忙吃的 还有忙什么呢 当然是呢 忙着制作我们的最新的宅家会咯 不过呢 天天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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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怎样 是不是会觉得 开始想念外面的世界 尤其是那美丽的大自然 想念那绿绿的山 蓝蓝的海 还有许多可爱的洞畜 然后就一开始想念你 对了 就是我亲爱的朋友们 这就是一种想要旅行的感觉 你有没有像我一样 想要去旅行 想要环游世界呢 既然大家都没办法出门 就让我化身为一位热带雨林的魔法公主 OK 所以不是坐在冰坑雪地的 L3和Anna OK 所以让我这位热带雨林的公主 带大家一起去旅行好吗 诶诶男生 不要走不要走喔 乖乖坐下来 因为你必须要当我的王子 陪我一起去旅行 看各地的大自然喔 OK吗 可以吗 OK 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是来自于本地创作的一本英文绘本 The Castle Library 从书的封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故事是环绕在一个充满魔幻气息的热带雨林国家里 在一个不知名的时空里存在着一个美丽的国度 我们姑且就叫它热带雨林国吧 热带雨林国的人民一直和平融洽地生活着 你们看看这个国家 城堡建筑物有着可爱的缤纷色彩的如美味蛋糕和ice cream般的顶部设计喔 周围还有着许多象征着热带的棕榈树 绿绿的真好看 这个国家的首领是一位苏丹 名字叫做阿敏莎 阿敏莎苏丹把国家管理的很好 人民都爱戴她 阿敏莎苏丹有一个女儿 大家都叫她莉莉公主 我们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位莉莉公主的 你觉得莉莉公主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长长秀丽的头发上戴着亮晶晶的美丽头冠 还是身上穿着华丽又飘逸的公主礼服呢? 还是穿着一双漂亮的水晶高跟鞋 等待着王子的到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Princess Lily loved to travel She wanted to know about everything Traveling is so inspiring, she said I can learn so many new things 这位莉莉公主 她并没有我们一般所想象到的公主形象哦 她就像一位普通人家的小女孩 梳着简单的辫子 头发甚至看起来有点凌乱 而且穿着也很简单 你觉得失望了吗? 我想我们应该要再对她多一点的了解 这位公主有个最大的爱好 她热衷于旅行 就像大多数的人一样 她对旅行的想法可不是单纯的吃喝玩乐 旅行对莉莉公主而言更像是一个认识和体验新事物 以及获得各种启发的一个很棒的过程 你可以想想看 你自己的旅行有什么意义呢? 这天 莉莉公主告别了父亲 阿米莎苏丹 开始了新的一趟旅程 她在这趟旅程中 流利了位于非洲东北的埃及 亲眼看到了金字塔 还有那著名的师生人面相 这些古文明的宏伟遗迹 让她感到震撼和深深的着迷 她的求知欲让她认识到 聪明的古埃及人发明了 最早的象形文字之一 圣书体 最早的书写媒介之一 沙草纸 最早的防腐技术之一 木乃伊 她们的灿烂文明在经过了五千年以后 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谜团 你有兴趣跟莉莉公主一起来探索吗? 除了埃及 中国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当我们说到中国最有名的历史遗迹 一定会想到什么建筑物呢? 三 二 一 就是万里长城 莉莉公主也爬上了万里长城哦 其实万里长城总共有两万一千一百九十六公里 那就是绕地球赤道走了半圈的概念 这个在两千多年前就修建起来 用来保护国土的城墙 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去过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吗? 有没有兴趣跟莉莉公主去量一量长城呢? 后来莉莉公主去了欧洲 在法国看了巴黎铁塔 在荷兰看了风车和郁金香 完成了欧洲之旅 她就去了印度 在印度 她观赏到太极陵 看过了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和建筑 莉莉公主开始向往大自然 猜猜看 她会去哪里呢? 3 2 1 Tada 她要跨到太极陵 和河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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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她应该去南洪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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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这山的高度比我们马来西亚的最高山 金纳巴鲁山 还要高出超过一倍 真的好厉害 莉莉公主用她坚强的意志 克服了重重困难 终于登上了这座世界的最高峰 完成了这项壮举之后 莉莉公主并没有停下来 她想要去寻找可以前好到最深处的洞物 你知道什么动物可以潜水到最深处吗 对了 就是鲸鱼 鲸鱼种类当中 能够下潜到最深处的是一种名为抹香精的鲸鱼 抹香精拥有巨大的头部 身长可达18米 大概是10个成年人加起来的高度 哇 抹香精超厉害潜水的 它可以潜至2200米哦 而人类在没有氧气桶的情况下 只能潜水至100米左右 另外 抹香精还能待在水下长达两小时 不用浮上水面 呼吸哦 它们主要是吃乌贼 这当中还包括了世界上最神秘的深海大型动物 大王乌贼 过多次的努力 莉莉公主终于在海里看到了鲸鱼 并且跟着抹香精在一起游泳和潜水 看到这里 您能说这位来自于森林的公主 没有魔法吗 因为时间的关系 莉莉公主去北极和南极探险的经历 那些关于北极熊和企鹅的故事 我会再找机会跟大家说说 所以要继续锁定宅家会哦 至于莉莉公主 她还在世界旅行中 可是她很快就会面临她旅途中的一个大难题 是什么难题呢 请记得收看星期日的下集吧 哈喽 又看到我了 我是云云公主 虽然是有点随便哦 但是新冠令期间没有办法啦 这个公主投官就讲究一点 所以从这个故事中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 莉莉公主虽然不像一般我们所认知的高贵公主 但她身上那种开朗 清明 热爱生活 感情冒险的态度 才是我们喜欢的 值得学习的呢 所以当公主 不一定要高高在上的华丽和漂亮 也可以是做自己 爱自己样子的真公主哦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 你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公主 或者是王子 明白吗 最后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上一期的小活动 我们的便便研究员们 到底有没有成功完成任务呢 我们请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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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